好那再請教律師 因為現在相關人等很多也很複雜 這每個人萬一真的有罪的話 那判下去可能各自是幾年刑期 如果每個月都有詐領的情節 一次的詐 等於是一次的詐領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 它是暗刺 犯罪行為是這樣 我今天對國會的公庫去進行詐領 那為什麼現在看到很多的議員的策案的 都會重判10年半 他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 有時候他蓋過好幾個行為 然後好幾個犯罪行為 他去把他訴罪併法 然後合併去計算 這個案子應該說高宏安 未來離開立法院的保護傘之後 勢必應該會有第二波的偵查作為 偵查作為在沒有保護傘的 法律障礙情況之下 如果這個篡政滅政更加的清楚 包括說電子檔案全數銷毀 這個是後面的這個行政主任 包括李中庭代管的時候 連帳目的內容都被銷毀 滅政的情節是清楚了 這個清楚 包括主要嫌疑人 應該算是他非常貼身 非常忠誠的陳煥宇 都已經如實陳述說聽命行事 主任上面只有一個人 聽命行事主任上面只有一個人 就是委員 所以這樣的情節全部都指向主嫌是高宏安 涉嫌重大的情況之下 還有串政滅政 我認為在比照同一標準後面 應該說全國辦案的同一標準 各議員都被深壓的情況之下 高宏安面對深壓的情節 在這一次週刊的內容裡面更加升高 就是說他只有60萬的這樣的一個保金 顯然是不足以擔保 他不會有串政跟滅政的行為 因為過去已經發生了 串政滅政之餘 難以擔保的時候 他可能就要上升 他強制處分的程度 好 我們再請教律師 因為現在這一期週刊報導 可以說是比之前多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也讓大家說 怎麼剛約談完就蹦出那麼多故事呢 包括這個公衛文 已在底仗的內情也曝光了 這個內情也曝光了 這應該不是這個記者去追問來的 應該是裡面有人曝出來的吧 我要這樣講 李中庭的無保請回 也許讓旁邊的助理 就是 助理的感受是什麼 主嫌沒事 我們這種被坑的 反而被變成共犯 你不是幫我說會搞定司法嗎 結果你沒事我自己有事 對 所以這些助理 我認為說週刊的內容 當然檢調有可能知情 他在犯案 助理被約談 助理也知情 如果助理看到李中庭無保請回 然後高宏安又這樣子 繼續他這樣的對外的談話 是好像沒有關係 助理覺得我今天一個年輕人 我可能第一份工作 第二份工作 在國會工作 結果後來我變成共犯 貪污的共犯 還被10萬元交保 他也許幫記者來問他的時候 他會講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剛剛公衛文的這個角色 剛剛講到 不管是他代電 不用加班費底 這部分涉及佔領助理費 因為加班費也是公費 另外一個是九月的月薪 九月的月薪是整筆繳上去 變成零遠 他自己實際拿零元 他變成人頭助理 所以他在裡面 變成共犯的角色是 一方面我有 以低報高 然後加班費我拿走 實際上是應該給高宏安的 我變成高宏安的共犯 另外一個是 我的變成人頭助理 我整個拿零元 然後整個繳上去 我又變成高宏安的共犯 那對公衛文來講 年輕人在這裡面 也許經驗不足 一開始誤以為說高宏安很窮 所以願意去繳 但是這樣子變成共犯的情況 所以對方可能高宏安 他們可能會罪上加罪 就再加一條詐欺 如果高宏安有騙他的話 這個寫法看起來 是目前不知道 高宏安有沒有 積極一個他 使他限於錯誤說 我很窮 你把錢給我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積極的行為 我不知道 從這個寫法是說 那個公衛文以為高宏安很窮 所以他把那個4萬多繳回去 但是這個裡面的作帳的方式 就是你那一個月 你是人頭助理 你這個錢全部拿進來供基金 那所謂供基金 他的用法如果是全部供用 也許還有一點點空間 說沒有貪污 但是裡面我剛才 我們討論那麼久了 全部大多數都是高宏安的私用 洗頭髮 雙眼皮貼等等 很難貨的 公款的私用 這大概難以逃脫 他目前應該是貪污 治罪條例裡面利用職務榨取財物 這個重罪的標準 所以這裡面分得很細 重點來了 現在高宏安不是找了一個副市長嗎 接下來有沒有可能很快 他就變成代理市長呢 我們要請教一下正號 包括前欄盈利委 邱毅 他說這次高宏安的方向對了 副市長是找高等檢察署的檢察官 蔡立青來擔任 他說方向對了 這個才是土為之道 但他說了 好好查民進黨在新竹的貪污弊案 只要真正去查一定會有所斬獲 但意思是說一年多之後 新竹可能很快市長就會不一樣嗎 好 郭台銘現在也回應了 有人問到他 這個高宏安的事情 現在過去也蠻低調 他說自己不該管的 不該問的事情 他都不會回答 這個是有點軟切割的意味嗎 就是其實在選前 就算郭台銘寫臉書 說要支持一個科技人 都沒有特別講高宏安三個字對不對 他科技人大家都在講 林哥倫好像也是念什麼科技相關科系 他智慧也是 對 沈智慧好像也 就是他也沒有特別講高宏安三個字 那拍一片也說因為太忙 好授權你合成 所以他是介於這種有或沒有之間的這種 這種在檯面上互動 所以我覺得我不認為郭台銘這時候去挺高宏安對他的官司有任何幫助 我說台面上的體 對 對於高宏安有任何 我就完全沒有 因為他已經幾乎就犯罪事實說話了 就是你到底有多少證據就會判多少行 就是這跟你有沒有錢沒關係啊 也沒有到有錢判生沒錢判死這麼誇張 那就你所知了解的郭董啊 他有在台面下關刑或運作 第二件事情就算郭台銘沒有親自關心 因為高環長期在整個鴻海集團是跟郭台銘有互動的 所以這一次就我的理解 他的副市長確實跟夏浦是有關係的 就是那天我們看到的獨家 他是夏浦的法務長的兒子跟這個檢察官是認識的 所以說這檢察官年紀不大 不要覺得高等檢察官一定是七八十歲 沒有五六十歲沒有那麼大 他其實年紀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大概跟高環差不多或大一兩歲 大概四十左右 對 就是不大 就是算是跟我一樣算是年輕人 年輕人 所以他的輩分是夏浦法務長兒子的朋友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過去在鴻海都有交情 因為夏浦被郭台銘買了嘛 所以他跟夏浦跟鴻海有很多策略上的合作 那高環因為處理大數據 所以本來就有認識 所以這個東西你要知道 鴻海大家會講說鴻海有幾百個律師 然後高環後台很硬 其實上市上匯公司是不能這樣用的 就是上市上匯花的每一塊錢還用在上市上匯上面 你如果上市上匯公司拿他請綠色錢去幫高環打官司 是會被小鴻海告背信的 可是因為在鴻海集團關係 他人脈是可以擴充到非常非常多 那好再來呢你找到這個檢察官高檢署的檢察官 當你的副市長的時候他就告訴大家一件事 老娘四年沒有要幹市政 就那麼簡單嘛 老娘四年就查弊案 對不對 這個比如說 比如說以講完案來說他選上台北市市長 他也知道自己菜嘛 他去找了李四川來幫他去處理市政嘛 可是高環如果要搞市政的話 他可能會找不知道誰啦我舉例啦 可能以前台北市的某某政務官或某某事務官 長期的來幫他當副市長 他沒有欸他找了一個檢察官在這邊當副市長 換句話說昨天大家都分析了嘛 高環現在就要跟民進黨玉石聚焚嘛 對不對就是你查我是不是那我也查你 那查不查出來我也覺得這是獨立案件 鬧一波是不是要保命嗎 第一件事他就算我舉例也不見得有 就算常常有六億的弊案又怎麼樣 你這兩百萬你還是要面對啊 法官會不會說哇因為這個你辦案有功 我供過鄉弟 你這六十萬算了算了欸沒事 沒有嘛又不是以前古代包青天這樣 一碼歸一碼嘛 新竹地檢跟台北地檢業績不相熟 業績也不相熟啊 就總不可以說你辦案有功 欸這個這個所以就算了 轉移焦點的成分比較多吧 但是政治上有差喔 對 而且你知道誰會在後面操盤 柯文哲在後面操盤喔 柯文哲專門往人家頭上扣屎盆了嘛 他最會搞這件事啊 他剛上台北市就玩這張嘛 一三哥一定是幕後黑手之一 五大壁案 五大壁案變五大案變五大的什麼 虎爛 六五大壁案 欸一直這種這種很黑的東西 一三哥那時候在旁邊幫忙嘛 柯文哲現在一定是這樣子搞了嘛 一下丟出什麼東西 一下丟出什麼東西 然後新竹棒球場又誰又怎樣 我覺得怪招很多 可是我還是要講 要抓弊案我都尊重是高韓的權利 可是關鍵什麼 沒有辦法功過相抵啦 不會因為你抓了什麼什麼的弊案 你這六十萬或兩百萬 就可以被判無罪沒這種事 好但是呢這個高鴻案後面說兩大老闆 這個郭台銘說呢自己不該管 那岔甘骨的老闆柯文哲呢 怎麼一直管呢 我們就要請教實習姐 柯文哲現在嗆說 民進黨的道德水準很高 我們就用相同的標準來檢視 欸他都忘記了嗎 這件事情跟民眾黨很有關係耶 柯文哲其實扣帽子他是第一名啦 譬如說在這個新竹的部分 之前高鴻案是姓氏旦旦的 我說新竹大祕寶 所以一副就是啊 弊案啦 而且當時的柯文哲還加碼 新竹那個不知道什麼道路 什麼兩百億是不是 那個一定有鬼啦等等的 也就是說你當初給人家扣帽子 扣得這麼明確 然後還指出那個就是那個道路啊 然後還有那個球場啊十二億 可是你完全沒有告訴大家說 你為什麼懷疑這個東西叫做弊案 他到底哪一個環節沒有處理好 以至於你產生這樣的懷疑 沒有他是直接丟一個帽子給你 逼你給我戴上這個帽子 好所以當初說 這個大祕寶都閉案 結果現在高鴻案的講法是什麼 未必是閉案啦 但是一定有缺失好嘛 那有怎樣的缺失嘛 就是你到底碰到了什麼樣子的線頭 可不可以提供一下讓大家聞香一下 來證明你所言不虛 對喔這好像真的是缺失 你們提不出來 好啦那所以你就變成你自己的防線一直在退守 啊弊案缺失 然後到最後 前面講的好像很大煞有其事那樣 對就是都是用這一招 而這一招其實他不是要跟你找出細節 他只是在做政治處理 只希望在政治上面就算我得不了分 我也要讓你失分啦 他其實就是在做這些政治手段的操作 所以他請了一個這個蔡立青當他的副市長 現在邱毅瓦予以肯定 說他這個一年多後可能就會代理市長 那新竹市民我覺得是最無辜的啦 因為他們其實當初用選票來期待的是說 我希望我居住的城市未來能夠 是不是在好上加好嘛 那結果現在我未來的這個居住的城市 可能要忙著處理個人官司嘛 因為這個副市長他的專業是在法律 但是他對於新竹真的熟悉嗎 我真的很擔心說他會不會也在新竹會迷路 因為搞不清楚東西南北的方向啊等等的 也就是說他對於這個城市來說是陌生的 這件事情我覺得你太難對市民交代了 好那高鴻安處理這個人事案 其實某種程度的確有一些嗆聲的味道 我也是有人脈的 這也是我之前告訴這些助理們 有人會搞定司法我現在就告訴你 我有人脈我認識這些人 那所以我覺得那個觀感上面的確很糟糕 就是你沒有在尊重民主的遊戲規則 你只在乎自己的政治處理 這個我覺得太難看了啦太難看了 而且我覺得郭台銘很好玩 郭台銘其實某種程度你剛剛提到 很像在軟切割 不是郭董你之前不是說 如果國家有一千個高鴻安 國家有救了 講啊你再講一次 是不是還需要一千個高鴻安 講講看嘛 你要切的時候就切 然後你要捧的時候就捧 沒有這麼便宜的事啦 一筆帳一筆帳好好的算清楚啦 好所以呢你看啊 這後面兩個老闆 是不是各自有自己的想法呢 請教易善哥 柯文哲嗆聲說 哎呀這個用同樣的標準解釋啊 但我覺得他是不是沒有跟高鴻安 可能套好招套好話 你看高鴻安昨天就放軟了 他說哎呀針對新竹棒球場呢 不能在沒有了解之下就定調是弊案啦 柯文哲今天態度也軟化了 表示沒有人說他是弊案啊 只是不好解釋為什麼花那麼多錢 哎呦 現在就說不是弊案 那個時候選錢你不是打成這樣子嗎 是 所以 蔡立青這個檢察官來做副市長 他有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政治工房 一個就是法律工房 他自己的法律工房 那剛剛有點名說什麼大巨蛋 而他曉得說 大巨蛋當初柯文哲上任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那時候趙騰雄兩腳背心 都掀台幣被抓到 所以整個社會氛圍裡面就質疑說 大巨蛋到底內部有沒有弊案 這不是柯文哲你自己說是不是弊案 也不是說你高雯安說是不是弊案 是社會氛圍有沒有覺得他是弊案 我要講的是說 大巨蛋最後是有查的 但是很久查了非常久 我們查了一年之後 聽了多少的錄音帶 然後把所有證據交給政風處 政風處轉給檢調 檢調再偵辦 最近才 李樹德才好像一審還是二審 一審才判決定案 比如說一個東西 一個政策或者是一個公共工程的弊案 你要從成案到所謂的判刑出來 將近柯文哲八年都做過去了 才定案的 所以他最把新竹棒球球拿出來現在的縮嘴 就是在轉移他自己貪污案的焦點 那他找這個檢察官來做這個副市長 蔡立青 為什麼要做他 轉白一點就是拿一個副市長的薪水 我們剛剛有對過 十三十等大概十二三萬的薪水 那不要小看這個律師費 他當初十九個小時的偵訊 三個律師就燒掉了他九十萬 那蔚來他請了用公費 用市政府的錢 請了這個副市長之後 他可以隨時 副市長 我那個案現在進度 現在這樣我沒怎麼說 馬上他還是檢察官出身 他最了解檢察官整個辦案的程序 還有檢察官如何做工房 律師跟檢察官之間的工房 都可以免費的來諮詢這個副市長 你可以說他們是討論公事 還是討論法律問題 你不可能這麼定義他 我們就開會議 我們就開會 這比公基金還好用你知道嗎 所以他請了這個蔡立青來做副市長 就是為了他自己的法律案件 未來在法律上的工房 他如何去處理跟檢察官之間的工房問題 但易三哥你看 就你對柯文哲那麼樣的了解 現在只有柯文哲一個人在幫高峰安說話 這個是沒辦法嗎 我只能趕快抱著高峰安的大腿 不是高峰安大腿 他很怕這個案子燒到他自己 最近大家如果傳出一個人事案 雖然他說內部還沒有定案 找了周台族 周台族是一個很優秀的外交官 但是我們覺得他有沒有黨務經驗 有沒有夫選經驗 為什麼找他來做這個黨的秘書長 其實目的不是要周台族來做這個秘書長 目的是要把謝利公換掉 因為未來如果剛才講的 他現在已經把所有的帳目 從一年到兩年半 那如果關係圖在擴展 把雄雄阿伯 甚至謝利公都可能被約談的情況下 那未來民眾黨的 這燒到民眾黨的責任要推給誰 很有可能就是這個 謝利公會來做電背的跟背鍋的 所以他現在就必須先把 謝利公的這個秘書長來拔除掉之後 他來方便他未來在法律公防 民眾黨法律公防上的問題 所以他為什麼挺高峰安 因為高峰安有事就是民眾黨有事 現在這兩個人已經綁在一起了 好 所以高峰安有事 就是民眾黨有事 那接下來會不會是柯文哲有事呢 柯文哲2024要找誰呢 我現在名單列出來 要說華麗嗎 應該是說呢 裡面關鍵的人物沒看到 誰沒看到呢 蔡壁如沒看到 請教辛華 就你所看 過去其實藍白河也是蠻合的 那你看柯文哲呢 自己2024有所準備了嘛 大家就說了 怎麼沒有看到蔡壁如呢 不是戰力很強嗎 不是應該用得上嗎 王世堅就說 這個就是光緒皇帝長大了 把慈禧太后冷凍起來 那冷凍起來有退兵的一天嗎 對 我就來回到柯文哲他自己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柯文哲在第一任的時候 他換了幾十位的局處首長 所以紛紛原來對他這個非常熱心 想要幫忙的人 最後都紛紛的離開 所以我覺得其實柯文哲 他你自己的這個問題非常大 我們會想一下 柯文哲從政以來的套路 他不是原來講說什麼 推倒藍綠的高牆嗎 對不對 後來變藍綠通吃 之後變不藍不綠 然後騙藍騙綠 現在變成藍綠都在打他的臉 所以就是柯文哲他自己的不斷的在移動 他自己的一些這個人格設定 不斷的轉變他的立場 我覺得他今天真的藏到的苦果 不僅是他自己在政治上 已經讓人家有點不知所措之外 很多跟他很親近的人 紛紛都跟他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我想很多時候我們來解釋一下 柯文哲到底當市長當得好不好 我覺得非常大一個檢視的一個時間 就是在他連任的時候 大家記得嗎 柯文哲在連任的時候 他只贏了丁手中 我記得贏了3250幾票 而且當天我記得好像到拖到了深夜 柯文哲還遲遲的宣布自己的當選 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大部分的民眾 對於柯文哲的路線 他的表現是不認同的 特別是剛剛很多來賓提到 像他一開始上任所謂的五大逼案 大家記得嗎 很多時候你這種政策性的攻防 是要硬碰硬有講真的硬道理的 我記得一件事情 當時這個對大巨蛋的模擬 柯文哲你找人來模擬要打好龍兵的臉 可是你的模擬出了狀況 你把整個模擬的人潮都圍在那個圍牆裡面 疏散的人潮沒有辦法往外跑 那導致後面的塞車 你來說哇 這個大巨蛋的疏散是有問題的 很簡單 你柯文哲用很多要戴人家的帽子 你先射了一個靶來化劍 當然最後結果是搞得自己非常的灰頭土臉 自己被人家這個詬病恥笑 雖然是必須要回到原來的問題就是說 OK 柯文哲可能一開始 他有這個非常的有趣 他金句連連 讓大家很多的這個注視 可是我覺得一個政治人物要走得長久 還是回歸到你的立場是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一個一致恆定的一個立場 你的講話有沒有誠信 我覺得這才是檢視柯文哲 有沒有資格來爭取 為了大位的最重要的關鍵 好 要爭取大位 但是還沒有卸任 這個狀況怎麼一大堆呢 請教晃哥 如果真的啦 蔡壁如就像慈禧太后冷凍起來的話 這感覺起來好像沒有要把它退兵的意思 不只沒有退兵 你看柯文哲這三天 第二玉備金是這樣花的嗎 8300萬 三天就給它噴掉了 他說不好意思 我可能是低估了市民 所以呢 我就多花了那麼多錢 總共第二玉備金 1.4億元 他居然說什麼呢 我那個時候就料到了 1.4億元不可能全部花光光的嘛 所以花了8300萬 是還好而已嗎 我先講一下 那個慈禧太后沒有被光緒冰起來 是光緒被慈禧關在銀台 對 關了八十幾天 所以這一段歷史 這講過來的 歷史是這樣子的 好 柯文哲最近在 除了報復性出油 瘋狂去畢業旅行之外 最近幹了一件讓大家覺得很昏倒的事情 就是他所謂的雄好券 加碼 他用的預算叫第二玉備金 總共超之八千多萬 我覺得很奇怪 可能民眾黨的家學員員 都很習慣花那個原本不屬於自己的錢 或者花原本不應該花的錢 什麼叫第二玉備金 我們節目中講過好幾次 第二玉備金在預算法上的定義就是 新增或緊急之事物 才可以使用第二玉備金 比如說像2020年 突然有武漢肺炎疫情的時候 當時因為年度預算已經編列了 那中央防疫需要很多錢 所以當時是緊急動用第二玉備金 後來才加訂了特別條例 然後用特別預算方式 那個是第二玉備金的正常用途 好 你柯文哲過去 你辦你的這個黃珊珊的畢業展 用第二玉備金 然後這個雄好券加碼用第二玉備金 為什麼他那麼喜歡用第二玉備金 因為第二玉備金他比較不會受到議會的監督 因為議會在審查第二玉備金的時候 他是整筆給你 那議會是有規定你動資多少金額以上 才要到議會來報告 那尤其到這個捷骨眼 柯文哲愛用多少利用多少 反正他也不會到議會報告啊 他會卸任啊 那有必要開這條嗎 他就故意的啊 我覺得他有時候有點像小孩子在賭氣耶 你說好 這個時候我不會批評他所謂的政策買票 你現在是要買什麼票 為了2024 credit啊 到那時候大家早忘了啦 而且雄好券又不是每個人都有 像我就從來沒有用過什麼雄好券 你有用過嗎 你沒有台北通 你有用過嗎 沒有 因為沒有下載台北通 對啊 實際演台北視頻你也沒用過嘛 我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我還問他們在排什麼 我沒有 演唱會的票是不是 對 雄好券的普及率 他在台北市的普及率其實並沒有那麼高 那是柯文哲自嗨的一個東西而已 那就很想要大家都加入嘛 對 問題是你這個時候去加碼 然後你用第二預備金 柯文哲還好意思講說他最守財政紀律 他還了很多債 事實上我們知道還債是假 那只是帳面上左手借右手還 好 你如果遵守財政紀律 你要加碼雄好券 我也沒意見 你要推廣你的雄好券 我也沒意見 大大方方邊年度預算嘛 為什麼這個時候要動用第二預備金呢 你是因為看準年底了 反正第二預備金看起來應該也用不到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趕快把它花掉 第二預備金不是這樣花的 可是這個事情就跟雙城論壇一樣 他後來不是核銷了107萬嗎 這個是我們預算法裡面的缺點 就是說他這樣子用 我們大家覺得很不合理 可是你還真拿他沒辦法 最後結論可能就是監察院不痛不癢來個糾正一下 就這樣子 就結束了 可是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有小見大 就一個連當市長的人 如果這麼不遵守財政紀律 而且這個第二預備金它不是第一次 我們已經警告過了好幾次 這個錢不應該這樣子用 你雄好券又不是什麼緊急事務 也不是新增事務 憑什麼用第二預備金 可是你這樣子搞法 最後就是錢被你花掉了 然後呢 也沒人感謝你 平常去講也沒人感謝你 你不如拿這些心理 你不如好好 今天我看到那個新聞真的差點昏倒 台北市竟然有學生的營養午餐 喝到上個禮拜的湯 你是把學生都在抵你刺了 刺破了 你會不會太誇張了 台北市不是什麼偏僻的鄉下 不是什麼偏僻的離島 他是台北市首善之區 你們是怎麼監督的 上禮拜收掉的湯竟然拿給學生喝 還好是很多學生聞到那味道 覺得說不對 這味道怎麼怪怪的 吵聲吵聲 可是有兩個小朋友還是喝了 喝了之後身體不舒服 還好沒有 我真的鬆到幾點了 對 還好沒什麼大礙 那你如果說你有那個心思 到新加坡去訪問 去封你的畢業旅行 不如利用最後這幾天 坐一天和尚敲一天鐘 好好監督 不要讓你的四正螺絲再鬆掉 我不希望過來幾天 還有人在吃到什麼壞掉的麵包 收掉的什麼湯 或是壞掉的菜 那個講難聽一點 萬一吃壞肚子 那是不小心會搞出人命的 好 我們要請教一下逸三哥 因為感覺起來 柯文哲這剩下五天 難道就是不管了嗎 為了自己2024的credit嗎 我們說 這個吃到收水已經很誇張了 大家也想說 三天花掉了八千多萬 也是很誇張 而且是二度加碼 有必要嗎 我覺得 二杯金的定義叫做緊急使用 他25號 25號就下台 我們現在每天在倒數 大家很開心 剩下六天 忍了他八年 剩下六天 但是25號離1月1號還五天 對 你就保佑這五天台北市 不要發生任何重大事件 否則蔣萬安 我說奇怪了 沒有任何國民黨出來抗議 國民黨要出來抗議 這個是 講白點是市民的救命錢 他花了蔣萬安的錢 如果這五天 譬如說聖誕節或什麼 哪裡出了事情 你蔣萬安需要緊急出力的時候 我要發現沒有錢 怎麼辦 只好動用明年 然後明年的還沒有到啊 所以他就產生預算法的問題 所以他雖然後來他們財政說 他有留一些 留一些剩下多少 好像三四千萬而已 如果真的發生很嚴重的事情 需要緊急處理的時候 你市府是沒有臨時的備用 臨時的錢可以花的 所以克文哲這件事情 不只是康人民納稅錢的凱而已 而是置人民生命於不顧 我必須就這麼講 不只民進黨要出來抗議 國民黨要出來抗議 現在市長是講話安 所以大家不要再放任 柯文哲已經放任很多了 你看哪一個離職的縣市長 你看紀龍市長也好 宥昌也好 鄭文燦 出國前還去兩個國家 我知道你需要政黨外交 所以你把那個什麼台城 台族當黨的秘書長 你需要外交的經驗 所以但是你也不要 抗人民的凱去出國 去沖繩 去沖繩 去新加坡去做你的外交 那你可以事後你離職之後 你當黨主席的時候 你再去做政黨外交 你為什麼一定要在市府的時候 用人民的納稅錢 去做你的外交工作 更不用說 你還有很多的 包含雙城論壇也是 雙城論壇的錢 到最後剛才那個也講了 就是我們很多的議會決議的事項 你也不遵守 然後你就直接就補了 你當初你的 陳佩琪不是很 很阿薩利說 戶頭給你看我有錢 我來買單 結果陳佩琪的錢也沒有少 你也沒有叫你老婆自己出錢 所以是那個柯文哲 到最後的剩下六天 還要抗人民的凱的行為 實在讓人家很不齒 好 所以請教新華 所以國民黨為什麼沒抗議 蔣官為什麼沒抗議 我覺得第一個 柯文哲他用這樣的錢 在這時候用 用台北市民的救命錢 這當然是不合理的 可是柯文哲這件事情 以前就這樣子 他就是一個非常惡質的市長 我舉個例子 今年十月的時候 不是一個泥沙颱風嗎 那時候這個颱風災情非常大的時候 柯文哲在幹嘛 他在台南幫他民眾黨議員 在助選 可是整個網路罵爆之後 柯文哲回說 不對啊 現在科技非常發達 我們可以遠距管控 柯文哲 你這時候到底是把台北市 兩百六十幾萬的市民 擺低位 還是把你民眾黨自己的議員 自己的政黨利益 擺在低位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他已經是一個慣犯的 從這件事情 他要從過去 泥沙颱風的救災的狀況 就可以看得出來的 第二個我覺得也不意外啦 柯文哲大家回想一下 我們在很多的縣市首長的 這個施政滿意度的排名 柯文哲不就是每次都墊底嗎 對不對 所以代表他這樣的行為 其實基本上 大家都是覺得 你就是隨便搞一搞 難怪你的墊底 所以我還是必須講 柯文哲 你以現在的施政成績 你要笑想說 你要征用2024的大 我覺得真的非常困難 為什麼 你光聯台北市的光環 台北市的政績 不然台北市的救命錢 都拿來亂用呢 你用什麼資格來說服台灣人民說 我將來願意把國家的大政 交換給你 所以我覺得 從柯文哲這陣子 一系列的表現看起來 我覺得他真的離 這個治理我們的國家 這樣一個規格 真的是越來越遙遠 但你說不意外 但國民黨還是沒抗議啊 我覺得等著看 因為他畢竟要快下台了 我覺得就要保證看看 台北市這幾天 會真的出現狀況 我覺得像柯文哲也是很無奈 像這個交接的過程 那就只能無奈而已嗎 交接的過程 柯文哲就擺爛嘛 我本來應該大家約好了 要好好的交接 他一個副市長就不來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面對這種二職的政治人物啊 我們有時候覺得 我們大家要距離的 來批判他之外 可是我必須來講 柯文哲他這樣一個政治人物 在排名 現實上的這個施政排名 非常的墊底 行之有年 我覺得這也是大家 給他一個非常公道的評價 不是耶 晃哥 國民黨還是沒有在抗議耶 對 我覺得講完 其實最起碼 應該要先講一下 因為你上任之後 還有六天嘛 而且中間有一個 很重要活動叫跨年 跨年每年台北市政府附近 或台北市你的捷運的疏導 甚至要不要弄接駁車 那個搞不好都要動用到相關的經費 講完雖然我知道他抗議也沒有用 柯文哲一定會拿去用 但是你好歹你要表個態 你在還沒就職前 就先幫市民勘景荷包 你應該出來跟柯文哲講一下 那個錢你不可以亂用 那是我的錢耶 你不可以拿來亂用 而且最後那個錢如果沒用掉 其實就是繳回國庫嘛 他也不會進到任何人的口袋裡面 他就是繳回國庫 柯文哲你不是自取最省錢的嗎 你在這個時候去花八千多萬 而且三天花掉耶 你花錢就怕手了耶 我們早上有這個國民黨市議員已經說 將來不排除了把他送這個監察院 這也是由淑慧一個人說 又不是講官說的 那個而且送監察院說實在 這個就是不痛不癢 就是頂多就是糾正 因為這個案子不到彈劾的程度 大概就是糾正你說 以後不可以這樣 那然後呢 以後不可以怎樣怎樣 因為柯文哲已經不當市長了 你也不能怎樣啊 你不能說 他以後選舉公職的時候 這個要拿來扣分嘛 所以我覺得 蔣萬 其實蔣萬跟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的 說法是不一樣 蔣萬畢竟你是一個 市長的後任人 你應該講話 你會比較有力度 而且可以讓台北市民 對你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 好 所以呢 高鴻安 你看喔 出了那麼大的事情 那柯文哲說 不是要好好檢視民進黨嗎 怎麼不檢視一下自己呢 這不是雙標嗎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我們說呢 柯文哲最近 這個動作很多 那不停的要放聲量 維持自己的2024之路嗎 因為未來還有一年嘛 請教時期 這柯文哲最近 可以說是平平跟侯友宜來合體 真的是兩個人想要藍白河嗎 就有一篇報導說 2024 柯文哲很想跟侯友宜藍白河 但又說了 政論節目呢 打高鴻安是為了擋 郭台銘的2024 問問政論節目的我們 肝無 沒有啊 如果真的要擋郭台銘的話 那打高鴻安最兇的 應該是朱立倫吧 我覺得看得出來 柯文哲有多焦慮 因為他即將這樣卸任 所以他就到處蹭 一下蹭高鴻安 然後新竹的事情 他也要發表一下意見 然後郭台銘的事情 他也要發表一下意見 就是哪裡有聲量 他到哪裡蹭 我覺得就是 充分展現出一個 即將失去位置 即將失去權力的人 他心中的無比焦慮 然後他的確對於總統大位 是有期待有想望的 但是目前為止 他沒有什麼真正具體的方法 以及這個足以讓 恫嚇對手這樣子的能量 所以怎麼辦呢 我當然先穩固住我的聲量 高鴻安蹭一下 郭台銘蹭一下 侯友宜也蹭一下 到處蹭一下 然後用這些事件 然後來維持自己的熱度 因為對柯文哲來說 聲量就是生命 就是沒有了聲量 他也就 對 所以這件事情對他來說 極為重要 好 那所以現在要看說 2024到底有哪一些 這個可能的 這個有條件的 有能量的這些候選人 最近郭台銘的確 又被人家拿出來講 那郭台銘呢 他沉疾了一段時間 最近當然是因為高鴻安的事件 所以很多人會去問他 但是他其實都沒有針對高鴻安 回過任何的話 要切也沒有態度表示 要挺也沒有態度的表示 倒是他回過頭來 重提往事 再拿出BNT 踩執政黨一腳 所以我覺得他 他只願意在自己會得力的議題上面 來做發揮 然後對自己可能有扣分的高鴻安事件上面 避之唯恐不及 所以我覺得他看起來的確對於政治 是有可能有期待的 否則你幹嘛 多少年了 三年了吧 你跑去防疫三年了 你現在再去踩民進黨一腳 然後好像彷彿大家都忘記過去 BNT採購的那個 台灣受盡委屈 受盡這個中國阻撓的那個過程 謠遜一遍 現在好像呼應了徐曉星的講法 每一個打BNT的 你都欠郭台銘一張選票 那所以透過攻擊民進黨 他可以在BNT這個事情上面 持續得力 持續得力對郭台銘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侯友宜也去跟他聯絡 柯文哲也在跟他聯絡 他現在是代價而估 他要很有可能作為2024 決定性的關鍵因素 我要跟誰搭 我可以跟人家喊牌 我可以叫牌 我有談判的籌碼 我可以跟國民黨談判 我也可以跟別人搭 如果你國民黨不買單的時候 我可以跟柯文哲 柯文哲是曾經講過 如果是郭台銘的話 那我可以付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我覺得對郭台銘來說 現在正是一個絕佳的好的一個位置 所以在這個好的位置上面 他是不是真的會選不知道 但是起碼現在很有戲 他很有教牌的條件 所以我覺得對於一個這麼成功的生意人來說 我何必要放棄這麼好的教牌時刻 所以你覺得郭台銘會出來選嗎 我認為現在看他的動作有可能 如果真的都沒有期待的話 你就安靜就好啦 你不是也沉疾了一段時間嗎 但是最近蠻 有點多 對 最近的動作還蠻多的 好 請教正好 因為看起來 如果2024教牌機會 應該柯文哲的教牌機會是最低的 所以最近一下子跟侯友宜合體 民眾黨人士說 柯文哲如果要參選的話 難以獨立撼動 國民黨跟民進黨 所以先前曾經有意跟郭台銘組成郭柯和 是怕有辦法跟人家和嗎 一下子說想要侯柯和 想要郭柯和 但也要看人家要不要跟你和 請問一下 因為黃文汉說 郭台銘可能參選2024機率直線上升 那郭台銘2024要選嗎 不是 為什麼會 因為我覺得郭台銘沒有參選2024的空間 所謂空間是說 我不是說隨便選一選 就是說他不是說我選個 這個跟我一樣選中和選心酸的 他不是他選贏的 那比如說郭柯和 我跟你柯文哲和有什麼 沒有搞頭 我郭柯和會輸 我講白話文 任何一個人跟柯文哲和都會輸 因為他只有四八而已 他四八怎麼贏 如果柯文哲跟誰選的話 民進黨馬上用詹藝善當發言人 每天罵柯文哲都跑了 對不對 不可能 郭柯柯我覺得不是一條路子 那國民黨有沒有可能是個路子 國民黨我覺得問題是因為 朱立仁跟侯柯和 你看起來兩個人意志都蠻堅定的 對不對 還有道少康不要忘了 還有韓國瑜 國民黨很擠啊 所以就說國民黨很擠的狀況之下的話 到底怎麼會有空氣 讓國內民眾 我坦白說我是抱持一個問號 或許或許我要講個或許 就是他們大人的世界 有大人世界處理世界的方式 小弟我猜不透 可是至少我以下來看 我看不出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我覺得柯文哲 你就算了吧 他是有入場卷沒錯 他是他不是叫板機率低 他是檯面上少數幾個 想選總統就選總統的人 而且沒人擋得住他的 賴清德還要在民進黨內 要搞定一些事情 還要協選黨主席 朱立仁跟侯友宜要死殺一陣子 柯文哲是唯一一個 民眾黨他黨主席連任對不對 民眾黨又有總統的這個 這個入場卷了對不對 他是少數想選總統就選總統 可是選不上 他就選不上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現在身段 也不要那麼高 你不要少吹牛 也不要臭大 你不要跟我講說 你自己有多厲害 柯文哲唯一的活路是什麼 國民黨 民進黨派賴清德 國民黨派朱立仁 柯文哲再出來 他就有機會贏 因為朱立仁很弱 就是說他可以透過這樣的狀況 把朱立仁拉到 像他2018年的丁手中洋落 押到跟丁手中洋落之後 他就有機會把來贏的票拿回來 這是柯文哲唯一的活路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2024這局根本不超知在一起 所以柯文哲很清楚 他要仰望 什麼叫仰望 我要先成立基金會 原本把基金會罵得一塌糊塗 什麼萬惡的元首 什麼魔戒 什麼一大堆 就你看你自己現在還不是要基金會 那你基金會還不是要募款 你募款過的時候還不是要跟企業下跪 照他的邏輯就是這樣嘛 所以我覺得 柯文哲在這個局沒有什麼討論 所以回過了台湯 我覺得國民黨還是看朱跟猴 國民黨還是看朱猴大戰 那目前昨天呢有一個蠻蠻好的記者 他姓宇啊 他長期跑國民黨跟女生 他寫比較有可能的狀況是在三四月的時候 朱立倫放下心中的戒定 三顧茅庐 四顧茅庐 侯友宜 去營造侯友宜不得不出來的那個形象 才出來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侯友宜陣營的wishful thinking 就是他的心裡的 當然這樣希望可不可能嘛 未必 看朱立倫有沒有放下心中的戒定 那你覺得朱立倫會放下 有有有有吉祥有動搖 現在國民黨內部傳統的消息是 朱立倫好像有一種有人去勸他啦 說你不要去當2018年的吳敦義了對不對 這像細節可以新華可以補充 我講錯沒關係反正新華可以補充 可是就我得到訊息 朱立倫好像有一點點動搖 他覺得說 是不是要重走吳敦義的老路 還是我現在才六十幾歲 我未來還有行政院長的機會 或怎麼樣我覺得這可以持續觀察 好 所以鄭浩是覺得 可能2024郭台銘真的不會出來 那晃哥覺得呢 因為最近郭台銘真的動作有點多 包括又討論到BNT 講到高雄恩他說 這個我不談了我不想管 講到BNT 就講很多大爆內幕說 中間這個一手就是被上海復興給賺走了 又說自己媽媽買不到BNT 指揮中心也回應說還有百萬劑 所以不至於嘛 但是你看郭董最近這麼多的動作 真的是對2024沒有意思嗎 郭台銘昨天講話場合是 台大癌醫中心的四周年慶 那癌醫中心因為郭台銘 當時因為他弟弟的關係 他捐了不少錢給台大 成立癌症醫療中心 這個還是感謝他 那我覺得他昨天講話 第一個如果跟他是不是要選2024做直接連結的話 我覺得有那麼一點點牽強 因為他昨天的話 我可以解讀成是因為在那個場合 因為在一個癌症醫學中心 然後剛好又講到跟醫學有關的疫苗 而且據他的說法是因為BNT的老闆前一陣子有來台灣 那因為可能看到BNT老闆他心有所感 講了一番話 郭台銘昨天講了三個重點 跟BNT有關三個重點 第一個 當時買BNT的時候受到很多阻撓 第二個 BNT其實沒那麼貴 他舉說這個其實在好像是馬來西亞 越南越南一季才七塊錢美金 但是我們買因為中間被上海復興賺走很多 第三 他感嘆現在沒有BNT可用 好 那第一點呢 買BNT受到很多阻撓 也許有人就會解讀成說 你看吧 民進黨打疫苗吧 記不記得選舉的時候講話 不是現在講說民進黨打疫苗嗎 但事實上BNT誰在黨大家都很清楚 郭董昨天沒有把話講得很白 他只講說受到很多阻撓 但他並沒有講是民進黨黨還是中國黨 當然以郭台銘跟他不可能講清楚 我覺得如果要再吵這個議題 我倒是具體建議民進黨政府 因為當時雙方開了很多會 你一定有所謂的會議記錄或工作日子 你就把它雙方都公佈出來 鴻海也公佈 民進黨也公佈 那你就知道有沒有人在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價錢的問題我想大家很清楚 沒有買貴 這郭董幫忙澄清了 所以他這個誠實豆沙包吃得有點晚 郭董幫忙澄清 第三件事情 媽媽97歲打了3劑BNT 現在打不到第4劑 郭媽媽其實你可以打莫德納 因為王必勝告訴你了 為什麼我們現在沒有次次代 台灣現在有沒有BNT疫苗 有 因為我們當時簽BNT是買2300萬劑 莫德納是2600萬劑 所以第一個沒有獨厚哪一家 兩家數量差不多 第二 BNT扣掉民間捐贈1500萬劑之後 我們大概還有政府簽的合約 大概有700多萬劑 現在其實都還有 現在其實都還有 但是 他是第一代的疫苗 那我們跟莫德納為什麼簽比較多 是因為莫德納在合約上 答應我們說 有新的次世代 雙架疫苗可以換 所以我們當然跟莫德納 那現在 王必勝今天特別講 他說他前一陣子就問BNT說 那我們剩下還沒交貨的 可不可以換成雙架的 因為BNT也有出了次世代 但是BNT的答應 其實並不會有任何差別 就保護力上 或是說有沒有特別嚴重負重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因為ACIP都通過了 我覺得這一點可能是 郭董大概比較不清楚 當然 如果郭台銘你可以透過你跟BNT的關係 去說服BNT說 那你跟台灣合約可不可以改一下 也讓我們可以換成次世代 那我覺得我們也是樂觀其成的 這沒有任何問題 重點是政府並沒有獨厚莫德納 或獨厚高端 如某些人指控的 其實都沒有 買的疫苗都是用 國民最大的保護來做考慮 那至於說 BNT他沒辦法同意你換成 次世代 那他有他的考慮 那我覺得我們也不能去強迫人家 但是至少目前台灣都 三個所有品牌 大概可能除了Novavox跟AZ之外 其他所有品牌疫苗 大概台灣都還有 現在隨時都可以打得到 好 我們要請教一三個 郭台銘的動作 因為突然講到這個BNT 然後我們就來轟這個政府 所以很多人說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當然是昨天那個記者會 Timing的問題 但重點是2020真的有戲了嗎 我覺得他除了轟政府之外 剛剛都講了 另外就是轟中國復興 我覺得這個動作比較怪 就是說他不是只封民進黨 他同時在切割他自己 跟中國長期以來的關係 所以你看我有罵中國人 中國復興賺了那麼多黑心錢 所以我對中國人不爽 他在形塑一個形象 其實很多的網友其實說 如果要參選 昨天是一個蠻好的起手勢 那我從國民黨的觀點來看 為什麼我覺得郭台銘會出來選 因為國民黨大概只有兩條路 一 徵召 二 就是半初選 那半初選的時候我們都談過 如果是朱立倫 韓國瑜 趙少康都出來初選 那國民黨鐵定大亂 那鐵定大亂的情況下 甚至有可能短暫性的磕粉 跟民進黨的支持者會變朱粉 那你到最後所謂的初選的結果 會不會是最強的人選 是友宜打一個問號 那如果對國民黨最有利的角度 其實是徵召 但是徵召會有一個問題 侯友宜畢竟就是現任的市長 那另外就是朱立倫怎麼算 我讓給侯友宜 我徵召侯友宜 對朱立倫是最不利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有可能在包含 因為如果侯友宜當選總統之後 他包含黨權 行政權跟立法權 都可能被侯友宜整個吃掉 那如果以徵召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徵召郭台銘對朱立倫是最有利的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跟朱立倫 因為畢竟郭台銘現在不是國民黨的 他已經脫離國民黨 他用五黨籍出來選的時候 我國民黨跟你合作 我是黨主席跟你談判的時候 我就跟你要立法權 要行政權 要我未來跟中國談判的籌碼 不要忘記了 總統是不能跟中國談的 只有國民黨黨主席 才有資格跟中國共產黨談 所以朱立倫的算盤來算的話 他與其徵召侯友宜 不如徵召郭台銘 所以我看到很多國民黨的朋友 最近都在立勸郭台銘 立拱郭台銘 我覺得也是看到了朱立倫的 的算法來看 如果有可能的話 郭台銘的比是比 侯友宜對他自己是最有利的 所以寧願移開自己家的半小時 那不是啊 誰要當副的 如果這樣的話 我都覺得他甚至 如果郭台銘 我都有一個情況 不要忘記了 這一次黃珊珊 是用五黨籍出來選的時候 是由親民黨跟民眾黨 共同推薦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一個狀況 假設一個狀況 是郭台銘出來選 是用五黨籍出來選 結果是中國國民黨跟台灣民眾黨 共同推薦 所謂的郭台銘 這個是有可能出現的狀況 那有可能配的部分的話 畢竟我要整合嘛 有可能就說 不然柯文哲 你是不是願意來做副的 我都覺得這樣的盤局 都在朱立倫的整個算盤裡面 是有可能性的 好 所以2024 到底誰有可能性呢 感覺起來 每一個人都很想要這個大位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柯文哲說呢 這個政論節目打高宏安是為了黨 郭台銘告訴大家真的不是 但請教新華哥 如果真的啦 郭台銘出來 國民黨誰會最傷腦筋 應該是侯友誼吧 我覺得其實現在談這個 2024的總統大選的人選 真的有點過早 你不要迂迴喔 OK 我覺得可能明年才是比較明朗 但是我必須講 我可以從幾個方向來分析 我可以從這個人缺什麼 命中缺什麼叫補什麼 對不對 我們來看第一個朱立倫 他其實他掌握了最有 最有什麼 最有掌控力 因為他可以做一個 這個怎麼講 制定這個遊戲規則的一個位置 但是他缺什麼 他還是必須要回歸到 他必須要有足夠的民調的支持 這是朱立倫他一個格局 我們來看侯友誼 侯友誼他雖然現在呢 沒有錯 他掌握到最好的一個 民調的一個滿意度或支持度 但是侯友誼 我覺得還有兩件事情他有缺 第一個 他必須要更多的台詞 他不能只是這個 市政優先 或什麼好好做事 他必須要對一些比較敏感的議題 他多做一些這樣一個表態 我覺得選民必須從他的表態裡面 去勾勒住他的一個政治的 這樣一個輪廓 還有第二個就是說 我覺得 他還是要必須一定程度的 跟我們深藍的民眾 取得更加親近 更加的一個和解 這是侯友誼的格局 另外我們來看郭台銘 確實 郭台銘他這個 從這個BNT的這樣引進 確實他贏得很多的一個credit 對他的肯定 但是我必須講 郭台銘他真的不是一個政治咖 我先 我先包一個小料 我記得在2020年那時候 這個我們國民黨的總統的初選人 在辦這個電視的這個說明會的時候 郭台銘有個舉動 讓我真的非常的訝異 他演講的時候 他既然是這個 拿一個iPad當作讀稿機 而且是一句話要翻頁一次 今天很高興 翻頁 來到這邊 翻頁 跟大家碰面 翻頁 所以 問郭台銘 他母娘說 我們的郭台銘通常去演講的時候 沒有人敢按他的這個時間 都是愛講多久 就講多久 可是呢 因為在這個政見發表會的時候 這個要限制他的時間 所以他變得比較不會講話 所以我覺得有這件事情可以得知 就是說其實郭台銘他真的不是一個政治咖 他缺什麼 我覺得他缺一個非常厲害的政治幕僚 但是他是一個咖 對國民黨來講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咖 他在先天上 可是政治的名單都不是這麼高 所以我覺得他最近 他如果要這個 更加來籌備的話 我覺得他必須要找了一個 很強的政治班禮 或是政治幕僚 我覺得從上述幾個人看起來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先天的優點 跟他必須當下 要解決的一些弱項 我覺得當這些人 還有時間 當他們布局這段時間之後 或許明年才是一個比較水落石出的時候 所以感覺起來 郭台銘要搬開高皇安這塊石頭 國民黨現在要搬開 郭台銘這塊石頭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想選的人很多 我們要請教政浩 吳子嘉就講說 趙少康決定要參加國民黨的初選了 前立委郭正恩則認為說 趙少康的目的可能不是真的要參加初選 而是要逼朱藝倫做出決定 這個教牌咧 大家一起來玩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啦 對於侯友宜來說 最好狀況就是 絕對不要辦初選 辦了初選壓力很大 你要怎麼樣 因為他最好基本就是 三顧毛 五顧毛 重心恐嚴 侯友宜不得不出來 不得不跟新北市民說 這他原本最好的狀況 所以說在不辦初選狀況之下 越多人 那個人要某種程度是個卡 越多卡表態競選 對於朱立倫來說越不利 比如趙少康表態要初選的話 那對於朱立倫來說 有趙少康要初選 我也有點想 趙少康想選總統 我也覺得說還OK的話 那我們是辦個初選 大家公平 公正公開一下 那對侯友宜來說 壓力就很大嘛 對不對 就這種攪局的狀況來說 侯友宜一定是恨之入骨 而且趙少康跟侯友宜 兩個人看不對盤很久 很久很久 對 而且是公開的看不對盤 在四大公諾的時候 趙少康公開罵侯友宜好幾次 而且呢 在四大公諾結束之後呢 左邊說我不再罵侯友宜 右邊小邊 右邊斜邊 說罵侯友宜一頓 所以這兩個人 看不對盤很久 那在趙少康的角度啦 我今天坦白講 他今天出來選 也不是臨時說要選的 他佈局很久 他2021年就說他要選 到2024年正式投入 我覺得不過分嘛 並不過分 可是侯友宜會很氣 會氣歪嘛 而且侯友宜在侯友宜陣營裡面 他沒有什麼立場 去罵趙少康公 叫他不能選 所以變成說 趙少康公是個活旗出來的嘛 那吳子佳這個人 我覺得是看戲的 不怕四大啦 他就是哪個好玩 講哪個嘛 有時候吳子佳講的話 他講的話其實可以聽得 不用太認真是不是 不是 就私下聊天可以認真聽一下 公開講話是哪個好玩 講哪個 或是吳子佳講話 很多背後是有 他的朋友的因素 有他派系的因素 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因素 會導致他講出這句話 所以他公開講這句話 如果花時間去解讀 就浪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不用特別去解讀這件事情 那整個國民黨局啊 假設啦 假設假設真的是 朱立倫 侯友宜跟趙少康公這三個人 初選 我覺得都不是真的這麼好的選擇 真的不是那麼好的選擇 尤其是侯友宜 我一直不覺得侯友宜投入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會對他來說是有幫助 因為落跑這一題 我不相信人民會不接受 好 請教晃哥 因為現在看起來 好像黨侯跟黨郭的聲音 最近特別多 因為黨侯大概就是 國民黨裡面有一派的人 是希望侯友宜不要選 那當然他們會掰出各種理由 但是呢 如果我同意剛剛正浩剛剛分析 如果越多人表態 對侯友宜越不利 因為他必須 如果有初選 他必須主動表態 要登記 那你就很難跟新北市民講說 我落跑啊 我落跑的問題 當然對侯友宜 可是我覺得侯友宜 有時候男子漢要做一個決斷 不是說好好做事情就好 就你想選你就要表態 因為我認為侯友宜等不到 眾星拱月 八人大叫去抬你上花叫的那一天 我認為他等不到 所以你想選 就表態 就覺得桌上這塊排骨很好吃 筷子就伸出來 你不要等別人夾給你 別人會伸筷子去夾 但是會夾到他自己碗裡面 他不會說